哈囉大家好我是明石 歡迎來收看咖啡饕客2的遊戲影片 那這個遊戲有非常多人在期待喔 包含我自己也是 之前我們已經玩過它的試玩版嘛 所以說在前面的部分呢 我會稍微玩快一點 但是因為我擔心它的正式版 會有一些新的內容的加入或者改動 所以我們還是會照常的上傳 歡迎大家又再次回到這個 會與西雅圖的深夜咖啡廳 那麼這一次呢 一樣讓我們邊喝著咖啡 然後好好的享受這個漫漫長夜吧 西雅圖2023年 這座城市的寂寞 揮之不去 這個地方有夢想家 有現實主義者 也有滿心疲憊的人 他們不滿足於生存 而自想要活出精彩 如今整個社會都在重新思考 活著的定義 歷史受到質問 傳統遭到質疑 結果的分類法則面臨挑戰 為求公益公正 在這個充滿成見批判的社會 人們渴望被了解 這才開始明白 找貴族感 堪比打仗 身分認同 是一種奢望 許多人迷茫無措 把注意力轉向了虛擬世界 想要找到立足之地 隨著網路日漸普及 世界的節奏越來越快 無論是工作娛樂 尋求動力或者逃避 網路都可以滿足需求 不知道網路究竟 使人跟人之間更加親近了 還是疏遠呢 不過也有一些人 喜歡到親近的地方尋找答案 以苦中帶甜的慰藉 一解長夜的落寞 坐在燈火通明的咖啡店 聽著窗外 稀稀利利的雨聲 一杯熱飲 片刻休息 聽聽他們的故事 星期二 2023年9月19日 這個開頭跟之前一樣 然後我真的很喜歡他這個感覺 就是你可能剛下班 或者剛補完席 還蠻疲憊的 你就是想要放空 或者邊做著手邊的事情 然後想要聽了一點 比較細微的聲音 但是又不想要那麼寂寞 那你就可以 來到這個深夜的咖啡廳 邊做自己的事情 邊跟人家聊天 又或者是 開著我的影片 讓我們一起來享受這個漫漫長夜 這是這個忙碌生活的一點小幸福啊 好 我們開始吧 每日報紙 這個報紙應該是有更新過 因為他離正式推出已經有一些時間了嘛 那他的內容應該會 他之前一帶他的這個報紙內容 其實就有在更動 他是有點跟上時事的 大型企業撤出 眾多人員失業 局勢將如何發展 雞雅圖西區派出所 月份的遠景 退離人數創新高 這跟之前一樣 這個還沒有更新 因為這算是主線的故事 社會實驗 娛樂跟貨幻為限之隔 開始新的一天 第一個來的應該就是 我們那個 唯一死我小警官吧 然後今天 哇 外面一樣下著大雨啊 我猜雨會下好一陣子 欸 旁邊 欸 之前就有這個抽屜對不對 喔 若爾日警官 對啦 他叫若爾日 他名字我經常會忘記 歡迎光臨 他名字非常難念喔 晚上好啊 民時 欸 電力還好嗎 除了外面朝不停的打雷聲之外啦 呃 我覺得 電線會出問題 應該啦 雨太大了 電線 怎麼了嗎 隨時可能停電 喔 確實值得擔心 這個前面的部分 跟我們這輪試玩版一樣喔 所以我會稍微加快速度 然後 之前後面好像沒有這張照片吧 有嗎 之前有一個這麼恐怖的照片嗎 這一個十句人我還記得 這張圖畫我還蠻喜歡的 外面確實很值得擔心耶 整碗電力一直斷斷續續的 連機器都沒辦法正常運作了 有這麼慘嗎 不好意思 等機器恢復我馬上就幫你點單 沒關係啦 到處看看 那 店裡那麼會作家常客 綠髮仙子小姐今晚沒來嗎 我們一代那個女主角啊 您說弗雷亞嗎 沒錯啊 就是那位 除非他換了髮色啊 那就不是綠髮了 他現在還是綠髮 我想我的店內放了這麼多綠色盆栽 就是為了紀念他吧 放一個這種盆栽 彷彿他在這邊一樣 他都沒有換髮色 只是他最近應該都不會來店裡 喔 為什麼啊 他為了新書去出發旅行了 他跑去進行的研究 實地考察 至少他是這麼跟我說的 他之前的書內容不就是寫 這個咖啡廳裡面聽到的那種奇聞意識嗎 那現在離開了 他的書的內容 會大幅度的修正 不再侷限於咖啡廳了 或者是其他城市的咖啡廳 其他不同地方咖啡廳的故事 真是可惜 沒有他在店裡啊 感覺都不一樣了 真的 不得不說啊 店裡最近真的是蠻安靜的 一天晚上可能就只有一兩個客人 一天可能 現在咖啡比較貴 一杯如果 造某個大品牌的話 一杯賺個150左右 130到150 那 一個月的營業額也沒多少老實講 我這店沒有倒耶 真的是很稀奇耶 但 他現在可以暫時遠離城市的喧囂 也算是一件好事啦 能夠保有一點獨處的時間 哎呀 感覺不太妙耶 對啊 我都已經通知城市燈光部門了 我們現在在外面搶修啊 非常辛苦 他們說會留意這區的情況以防萬一 別擔心啦 明石 如果停電了 我就把我可靠的打火機借你喔 你的打火機 那是他祖父傳給我的 就好像幸運物般的存在 從來都沒有讓我失望 一次都沒有 如果你希望他可以點燃超過十秒啊 那就得自求多福了 哇 好異心靈啊 警察通常不是會隨身攜帶手電筒嗎 對啊 你看他的手機 他桌上的手機其實也是舊式的 不知道有沒有手電筒功能耶 沒有手電筒APP 使用手電筒就不刺激了 這個警官也很喜歡搞事情 感覺你也該放個假休息一下了 我真的很想 有人來了 就是我們這次的主角啊 不是啦 是那個機器恢復了 換了新的音樂了耶 這首曲子 之前我沒有印象有聽到過 我感覺他的音樂的品質好像又有上升了一點 終於恢復正常了 那個機器 不是有人來啦 久等了我來幫你點燈 我記得洛爾日是 他說別幫我沖咖啡 半夜不用巡邏啦 今天不用喔 收到 那麼要不要試試我們的新飲品啊 我們店裡出了新的洛神花跟藍蝴蝶 那就是這次咖啡陶克2的副標題 洛神花跟藍什麼 藍蝴蝶啊 原料其實叫做蝶豆花啦 只是我覺得藍蝴蝶更好聽 而且他的顏色非常的美 喔 我都不知道店裡還會賣養生飲品耶 可能是一個噱頭啦 沒有別的意思我只是說說而已 其實這拿盒我覺得加一些芝麻不錯啊對不對 芝麻也是滿養生的 也很健康 核桃咖啡核桃拿鐵 可是那裡面真的有養生功效嗎 聽聽就好啦 都是噱頭 蛤那給我來一杯 你只要加了養生 加了有機 我那個價格就 直接售價多加30% 那麼可以來一杯造舊的嗎 好樣子 沒問題就是不要奶嘛 我記得我那時候試玩版的時候 他才剛講完不要奶 然後我馬上給他加奶 完全忘記了 你肯定把這些資訊啊 都寄在手機裡了吧 對啊不過 上個月送修了一次 修完之後啊 有的備忘錄不見了 哎呀 還是趁著腦袋記得住時 那筆記記下來比較好 喔路日他是比較 比較老派一點 手機用舊款的 也不用那種智慧型 然後筆記也都不記在那個手機裡面 也都是用手寫記在小本子上面 說到這個嘛 弗雷亞其實有請我轉交東西給你耶 真的嗎 我那時候也是覺得蠻意外的啦 弗雷亞竟然有送禮物給他 因為我們在地帶的時候 我記得他們兩個也沒什麼交集啊 飲料的話就來一杯新品 看你要做哪種 但是不要加太多東西啊 他不喜歡太多變化的花樣 他現在左上有這個小提示 基底 這個就是蝶豆花 藍蝴蝶 新品的話肯定是這兩個其中一個嘛 然後他不要奶 但是我還是可以加啦 咖啡 他晚上不用巡邏 不然就給他調一杯 紅茶 紅茶不能加蝶豆花是不是 這個必須當成基底 蝶豆花肉桂 應該這樣就好了吧 省一點浮料 啊不行不行 一定要調三個 哇 兩個肉桂 超多肉桂的 這杯超級健康 肉桂 蝶豆花 整個藍色的 最好趕快把東西送 啊 趕快把霍雷亞送的東西給 弱爾日警官 以免之後忘記 先 先把東西給他吧 這個是一張明信片 上面還有手寫的字跡 那代表他真的挺成功的耶 他有錢去旅行 對 他之前不是說他有一個編輯 他算是在電梯裡面吧 然後毛對字劍 結果對方就打算採用 很厲害耶 他真的是遇到了 他的貴人 直接給他吧 然後 現在是要一起給的喔 不是個別拿給他 直接給他 喔 明信片 他 這是在炫耀嗎 呃 怎麼啦 到底寫了什麼 寫給我的幾句話 裡面有提什麼嗎 沒什麼特別重要的 我好好奇喔 到底是什麼 好吧 我就不能偷看一下 我翻個面就可以看到了 但是基於我的職業道德 人家 托付給我的 我還是不要 真的不要亂看 好 謝啦 再幫我問號他 不客氣我會的 等一下 我先看一下旁邊這些訊息阿 看一下有沒有一些新的更新 然後有辦 弱爾日的好友 他的小孩 我在一代我已經跟他是好友了 但是我在這邊還是不能看他的訊息 這個好感度要重刷 真辛苦 然後大家的故事 每日的Stories 就是像那個 IG一樣 瑞秋的耶 早上起床的時候感覺精神特別好 今天一定會很順利 兩萬多人按讚 這張大頭貼蠻好看的 他可以駕馭那種白色的薄紗 瑞秋是一隻貓娘阿 幫他按個讚 然後 阿庫亞 阿庫亞 他是一個漁人嘛 我記得他是工程師嗎 還是不是 還是角色 遊戲設計有點忘了 貝里斯 真命夫人 他跟路亞 現在他們應該已經解決了 種族的問題了 一個是魅魔 然後一個是高貴的妖精 兩邊的家族 非常的看不起對方阿 對對方的種族非常有意見 然後這個是路亞 我們今晚要去跟我上週提到的外匯公司見面 千萬別遲到了 我來跟他一起去喔 他這圖不能放大好可惜喔 很想看一下耶 烏日景觀他更新了 局長說 這年代的年輕人 只有在這種平台上 才會比較願意認真 停看廳 資訊跟建議 所以我就來用了 孩子們 幫他按個讚吧 第一次用 哇他會加他的小孩 然後他的小孩 其實小孩子本身就不喜歡 加自己爸爸媽媽 這種社群媒體嘛 然後自己的爸爸媽媽還是警察 又是有點老骨版的人 哇那 他們應該都不敢加他 大家早啊今天也要加油 同一天就發兩篇文 這是他們以前的合照 這是瑞秋 然後他其他的團員 現在他的經紀人應該是他爸爸了吧 應該沒有變 這個是誰啊 胡雷亞嗎 應該也是我的一個好友 海德 這是他的原名啦 英文原名 所以他這樣可以對照 以前找個地方住很簡單 只要去看房子 然後付錢就行 現在呢 要填各種標格 簡直是瘋了 哇海德是吸血鬼啊 一個吸血鬼男模 蠻帥的 他這個圖好像有變 我沒有印象之前有看到這個 他是本市西雅圖 最有名的男模 不累啊 果然是他 五點兩個小時 也無法啦 他現在在到處旅行 到處找不同的咖啡館 在那邊寫作 他應該算是 越來越有名氣的作家了吧 但是暗戰術一樣還不多啊 對我們幫他站一下吧 看到之後有沒有機會再旅行回來 可以聽聽看他的各種見聞 綠藻頭 沖好了 來吧 哇 這東西真的可以喝嗎 非常的藍 看到就想到 水精靈 怎麼是這種顏色啊 整杯藍色的 你放心喝啦 沒有毒 肉桂加蝶豆花 這口感還蠻溫和的 通常還會放檸檬在裡面喔 顏色也會變 喔 還蠻酷的耶 越來越多變化了 越來越賽博龐克了 到時候我這裡面就拉起了那個 霓虹燈的那個燈飾了 後面再放一個 粉色的 有沒有 那種七彩霓虹燈 可惜現在店裡面沒有檸檬了 我找不到時間去補貨 沒關係啊 我家小女兒 給我看過泡這種茶的影片 也都不知道她有多喜歡那些 養生的東西 我記得她用藍藻之類的東西 幫我煮過水 感覺就很難喝 除了是可以這樣膽固醇 問題是那個東西喝起來啊 就像水裡面加的泥土 不過我還是全喝了 因為是女兒煮的嘛 她知道關心爸爸的身體真好 嗯小孩子很懂事 我跟你說個秘密喔 我個人啊還是喜歡咖啡 雖然炒飯茶我也是能喝啦 欸這句之前好像沒有喔 我知道再問問看她知不知道這種茶 謝謝啦 不客氣 那茶加咖啡應該也可以吧 哇 你這個雨真的很誇張欸 你有打算去哪邊嗎 照理說這個時間我們該到家了 小女兒今天剛考完補考 補考 沒有考好啊 之前發現她的課業跟不上進度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唸了她幾句啊 結果呢 結果就大吵了一下 唉呀 可是她後來有努力追上吧 嗯 嗯 就是我們婦女倆啊 一個多月沒說過話啊 這個還蠻奇怪的 這個跟她人設有點不太搭 因為她一代她明明就說過 任何的小仙系 都要找一個時間 好好的跟對方聊 免得這個小裂口越裂越大 到最後不可挽回 她之前對她的家人相處模式 她就是一直保持這個重要的理念 這個重要的 執行原則 那她現在居然會跟人家 冷戰一個多月 這也太久了吧 唉呀 那多難受啊 她之前不是還開導過路亞嗎 還是那個貝里斯 所以才讓他們好過來 願意對談 然後啊 我太太本來就準備 今天要稍微慶祝一下 做一桌小女兒喜歡吃的東西 然後把幾個大的 叫回家吃個飯 我就想說 買個餡餅回去啊 向小女兒試好 修復一下關係 你這個餡餅 也太慢買了吧 都已經一個多月過了 聽起來不錯啊 可是我現在啊 餡餅也沒買 人也不在家 在這邊鬼混 你因為下暴雨嗎 下暴雨啊 而且 車宅廢了 罰心都沒有了 輪胎也沒氣 蛤 怎麼會這樣 只能怪我的車倒楣啦 最近有一群人 天天在街上搞破壞 那件事啊 說來話長了 你放心啦 警方已經在調查了 我現在 得想個辦法趕快回家 這麼嚴重的事情 我怎麼可能聽得不追問呢 外面的雨應該已經大到 那個道路都已經淹水了 車子也開不了 她要游泳回家了 我的天啊 來了來了 這一次的主角 出現了 電眼啊 這這麼鬼天氣啊 歡迎光臨 她是 薩特 就是 她這個翻譯應該是會叫薩提爾 還是薩爾提 就是那種 男惡魔 嗨 店裡生意怎麼樣啊 還穿著名牌衣服 大哥晚上好啊 有什麼大事嗎 一進來就這麼嗨 有啊 外面下著大暴雨耶 那還用說嗎 天 這雨也下得太大了 好像上天不用付水費一樣 幸好你還沒有關門 不然我現在就淋成落湯機囉 你有趕上真的太好了 要不要喝點什麼暖暖身子啊 好啊謝謝 喔對我叫盧卡斯 你呢 我叫明石 這位是 路爾的警官 幸會 很高興認識你警官 可以叫你大哥嗎 我沒意見 隨便亂認人大哥 太棒了 他手機響了 我這邊更新了 剛才是6嘛 現在變7了 有辦 有人更新了嗎 好友 我馬上就跟他家了好友 24小時 全天候佔據你的首頁 我們試玩版已經玩過了 所以我們知道 他是一個youtuber嗎 糟糕 我太太打電話來了 啊 爸爸我回去了 祝我好運 祝你好運 下次見囉 剩下我們了 等等 路爾瑞有沒有付錢啊 他就沒付錢就走來 那 可以來一杯拿點嗎 沒問題 欸等等 蛤 其實 我很猶豫要點什麼耶 你專業 你幫我推薦好了 呃 他們笑得很豪邁 他跟那個綠藻頭一樣 弗雷亞一開始也是這樣笑 其他人都不會這樣笑 只有他們會這樣笑 那麼我就先說說我的喜好 我以前喜歡喝咖啡 而且是特別愛意識濃縮 結果有一天啊 我的胃突然開始唱反調 而且明顯的開始厭惡他 非常厭惡的那種 你懂吧 喔這樣啊 那個已經出現了生理上的厭惡了 總之呢 加牛奶是可以緩和一些 所以我後來都點拿鐵之類的 但是我還是很懷念純粹的咖啡 我想要看你有沒有好的建議 你懷念咖啡的什麼 當然是咖啡因囉 還有那種整體的醇厚濃郁 你懂吧 我這樣說會不會太抽象啊 那麼你有喝過抹茶嗎 沒有啊 那不就是綠茶嗎 算是啦 不過濃很多喔 要不要試一試啊 好啊 那就幫我調一杯抹茶謝謝 抹茶 那這樣子我還需要幫他加咖啡嗎 應該不用吧 我就抹茶加牛奶 兩倍牛奶 看看這樣子出來會不會是抹茶 這邊怎麼還有一個製造商啊 這幹嘛的 這該不會是遊戲公司還是宣傳公司的赤路廣告吧 綠茶牛奶牛奶 綠喔 這個是綠茶拿鐵 不行不行 我們不是要這個 我們要的是抹茶 所以應該是 我直接看一下調影配方好了 這邊應該會有 抹茶 有了 綠茶綠茶綠茶 三倍綠茶就可以了 採用茶道用的抹茶 純度高 綠衣盎然 茶香特別 苦衷帶甜 令人心曠神移 我現在也好想喝抹茶喔 我其實非常喜歡抹茶喔 我如果去一些日式的咖啡廳 我通常就變成我不會點咖啡的 我都會點抹茶 沒有東西可以給他 好 應該直接上就可以了 這個就不能拉花了 因為不是咖啡嘛 沒有加牛奶 給你 一杯精品抹茶 哇 立刻拍照 還拿非常好的手機 哇 這也太綠了吧 我來試試味道 可不可以一喝 然後頭髮就染上 開始變綠色 身上的皮膚也變綠色 味道還可以嗎 我的天啊 超好喝的 不過 也有一股草味 但是我蠻喜歡的 我什麼都沒加欸 這超級苦的 很高興喝你的口味 我剛才還在擔心你不喜歡 但是他之前喝純粹的義式濃縮 Expresso 那他的苦味應該 抹茶他可以忍受 為什麼會擔心啊 直接這樣喝的話 有些客人會覺得味道有點強勢 幸好我是喜歡這樣子 他喜歡重口的 因為 我本人不怎麼強勢 是嗎 是嗎 你之前給我的印象不是啊 我希望之後你也可以幫我推薦其他飲品 我盡力 還是因為我的飲品條對了 所以台詞跟之前不一樣 那對話內容不同了 話說 平時會有客人來嗎 不然那是什麼 我這邊就是開店營業的地方啊 我剛剛想要發文打卡標記咖啡館 但是我根本就找不到這間店欸 地圖上找不到也沒有人標記過 什麼都沒有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喔 可能是我們的客群跟一般的咖啡館不一樣 營業時間是深夜 嗯有道理 你一般都幾點打烊啊 開到天亮啊 真的假的 那也太晚了吧 凌晨兩點後 咖啡館會變成秘密酒吧之類的嗎 如果真的是這樣啊 如果這個景觀可能就要出面了 他可以多算一些業績對不對 對有可能在這邊抓到人 可惡那就不好玩啦 我知道他的後面還可以放那些 那個標靶讓他在那邊設 標靶咖啡廳 你們有用社群平台嗎 有開一些粉絲帳號 咖啡館目前沒有官方的帳號 沒有什麼人討論的生意咖啡館啊 真有意思 對了這表示我可以在這邊帶到雨亭囉 當然可以啊 你想要做多久都行啦 好啊感謝 有需要的話我可以在限時動態裡面 幫這間店宣傳一下 限時動態 對啊 來給你看 這是他的鋼材一瞬間的自拍 可能是我在調影的時候 他就偷偷在那邊自拍 其實還不錯啦 因為他沒有拍到我 他如果拍到我又再把我放進去的話 他就變成沒有經過我的允許 就直接讓我公開了 但是他這樣沒有 如果是不久前拍的照片嗎 就發到網路上面的動作真快 喔 我本來想要標記這間店的 我也有有伴的帳號耶 之前沒有看過這個功能啊 喔這個是新推出的 現在可以看好友的動態更新了 有事沒事又打開應用程式 逛逛Stories的限時動態 願意啊每天至少看一次 因為限時動態放一天就不見了 這個很重要啊 這個可以看到現在的朋友們 他們在幹嘛 猜猜我在哪裡 放鬆每日一照 9000多個讚 這才剛發馬上就9000多 哇他超厲害耶 他人氣的吸力應該比瑞秋還高 超厲害耶 他這麼大咖怎麼 我之前沒有聽過他的名字啊 他還發不到5分鐘吧 說不定你還可以在上面看到客戶的八卦呢 這就這就太棒了我喜歡八卦 哎呀我只是說說啦 反正人們什麼都會發到網路上的 各種惡搞影片啊 搞笑影片啊 然後大冒險啊 試膽啊 還有一些性癖影片 什麼都放上去了 開玩笑的啦 不過我在影片頻道上面更加活躍一點喔 正好你也在 要不要我在文內標記你啊 不用了謝謝 但是他 他這麼大咖 他怎麼會是自己發 應該是有些小編會幫他經營啊 對不對 就是 雇用一些小編或寫手 幫他去更新這樣 他就只要把素材丟給那些人 他們就幫他弄出一個 符合他人設的那些文章了 我很好奇耶 你是從事什麼職業的啊 新風人才剛出沒多久 你的貼文就可以得到那麼踴躍的回應 嗯 我算是一個生活風格的網紅吧 我會針對時下最熱門的潮流 還有最有話題性的人物 最受歡迎的地點 種種流行話題啊 分享我的想法 哇 這是不是就表示 這間咖啡館 也搭上熱門的潮流了 你希望這樣嗎 可以啊 出個合理的價格就可以辦得到 呃 沒錢啦 我們一天的客人才沒幾個 而且剛才那個警官 明明是警察 帶頭不付錢就跑了 對我們哪有錢去打什麼廣告啊 算了 開玩笑的啦 我的評論呢 內容是經由經紀人來決定的 嗯 挑選 換句話說 他們幫我維持人設 維持品牌形象 所以很多這些 知名人物公眾人物都會 到最後都會有點憂鬱 因為他活得越來越不像自己 他清楚知道自己是一個商品 是一個形象 我目前為止我看到 最真實的 就是直接說 那個是螢幕上的我 那個不是真正的我的人 就是金城武 金城武 他的演戲 他的拍戲什麼的 他的廣告 那個形象 超棒超完美對不對 但是私底下很多他的紀錄片 他的個人採訪 他都說 他自己都認不出來那個是誰 他看到那個影片的時候 他都會很驚恐的說 這個人是誰啊 他完全都不認識 因為他根本就不是他 他實際上 螢幕上看到的人 跟真實的人 還是有落差 不管 不要說金城武啦 很多個偶像明星也是 甚至現在各種3D動畫 甚至身材好了 我之前不知道有沒有講過 就是其實有一些 拍電影的那些偶像明星啊 他們身材沒有上面看的那麼好 那些身材都是後來用特效加上去的 所以你一些跑龍套的一些配角 去試鏡的時候 如果那個導演 發現你的身材比這個主角好 比我們這個知名的男明星好 就算你演得再好 他可能也不會讓你上 因為你直接把那個碰頭給搶走了 你會讓這整個電影之後剪完之後 可能會讓觀眾看出破綻 你可能會把他們的目光吸走 甚至增加他們後續剪輯特效動畫 那個人員的工作量 所以你身材太好 你反而還不錄取呢 這是一個蠻特別的業內明星嗎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些明星的確是會為了拍片去鍛鍊身體 但是沒有那麼誇張 不會說真的鍛鍊到那個程度 他們很多後面還是靠後製的那些肌肉去補上去的 做出來的 因為他們說 我有時候太瘋了 有時候亂講話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他們在幫盧卡斯懸崖勒馬 唉唷 唉 警官回來了 欸 你的錢還沒付啊 嗨 又見面了大哥 你好 沒事吧 應該啦 我太太不是很高興 他馬上就回來了耶 所以他家其實沒有離這邊很遠 也許 我應該試試叫計程車 喔沒有啦 他還沒回到家 他只是出去然後又回來了 你覺得呢 大哥啊 我要是你啊 我就不浪費這些時間了 為什麼 因為叫不到車嗎 我在那邊晃的時候啊 就不斷的嘗試打電話叫車了 結果經過一個半小時 我哪裡都去不了 就跑來這啦 警局附近也來不到計程車耶 你有試過用網路叫車嗎 你沒有看見我這是什麼手機嗎 好讚 我用他只能叫門口的地金三千的外送 欸他 不是齁 啊你就在門口而已 你幹嘛叫外送啦 你要走去吃飯比較好啦 而且他應該也不是叫外送嘛 他只是打電話去 直接打去店裡吧 單純是電話而已 也是啦 不過 還好店裡的供電好像會不穩定了 來吧 你們還要再喝什麼 啊 停電了 才剛說電力穩定就停電了 然後 路卡斯看起來超級慌張的樣子 我說回剛才那句話 不管怎麼說啦 剛才正常的供電情況已經比我預期中的好很多了 確實 要借我的大火機去用嗎 明石 聽起來不錯耶 不過謝了不用了 我去看看怎麼回事 馬上就回來 祝你好運 喔 我突然想到 因為之前試玩版知道 盧卡斯想要改變拍片風格嗎 他是不是我們可以慫恿他去拍一些四膽鬼片啊 對不對 叫他去一些鬼屋探險 去一些廢墟探險 感覺會非常有趣喔 可以看到他最真實害怕的反應 欸 你 你沒事吧 你 沒 沒事 我好好的 只是 我不怎麼喜歡 沒光沒亮的地方 唉唷 小子是怕黑嗎 而且 這個景觀又這麼黑 平常應該就看不到他 燈一熄掉啊 鋼板完全就看不到他啦 只看到他臉白而已 這 這還不是 我只是不知道哪時會有人撲過來 可是我們在室內啊 那 那還是有可能啊 大哥 你 你一點都不怕嗎 我聽你夜裡巡街啊 當然不怕 只要是碰得到啊 帶得住的人 我都不會怕喔 理論上是這樣啦 感覺就很難小 我才沒有用過這種角度想過耶 有人來了 喔 你 你有聽見什麼聲音嗎 蛤 沒事啦 那個只是 有腳步聲 剛才 絕對有什麼動靜 他來了 他來了 那個 爆傷女妖 在我們的左邊 好的 那麼今天這部影片到這邊就要先告一段落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這樣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這麼一來 這邊才會越來越熱鬧 才能創造出更多有趣 而且優質的影片喔 我是明石 感謝你的收看 我會在下一集影片等你 掰